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核包蛋 新铅蜜 Audrey 后 一直被指身材发福 生活十分低调 但在晚宴上 核超营神采飞扬 穿上低胸婉装的她身段纤细 画上高贵妆容 非常精神及明艳照人 成为全场焦点 而郭晶晶当晚一语丈夫或起刚一同现身 贯彻以往做运动员时的低调作风 她穿上白色长裙 亲民贴地得来又大放得体 有东方女性独有的温婉之性美 郭晶晶婚后育有大儿子霍中西 二女儿霍中严及小女儿霍中仪 郭晶晶对子女教导友方 常常受到网民大赞 比如今年五月中的佛旦时 打扮很朴素的郭晶晶一拖三座高铁的二等座到深圳的美术馆看展览 三个小朋友各自背了一个背包 全程十分乖巧 跟着妈妈 身边未见有保镖同行 另外去年圣诞 有网民在飞机上偶遇前往瑞士度假的郭晶晶一家 该网民坐在前一排 大赞郭晶晶三名子女 全程都很安静 乖巧 上机以后就乖乖地躺下休息了 直到用餐时间 三个子女就坐着安静地玩 带网民的女儿向他们 啊 喊叫时 他们更友善地挥手 何超营放出此前和四百多位著名人士出席港月五十周年的晚宴照片 并且感谢港月 祝福港月团前程似锦 香港管弦乐团推动香港文化交流 为香港文化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晚宴由邱永云 邱德根家族 邱大昌女儿主持 现场有超过四百多位嘉宾出席活动 露面的何超营当天状态超级好 感觉姐姐又瘦了不少 穿着优雅长裙的她与郭晶晶同桌吃饭 两美同框 令人羡慕的场景 港月五十周年庆典 何超营 郭晶晶 邱永云三个女强人同台 构成了当晚港月舞台上的一道独立风景线 在席间 其实郭晶晶的老公霍启刚就坐在她的身边 霍启刚与同行交流 面带笑意 状态十分轻松 郭晶晶则是在品尝美食 画面很有意思 在台上的郭晶晶 个人状态也是超级好 富贵家人的模样 其实当晚何超营出席是不希望个人隐私 还有照片出现在媒体上面 所以她当晚并没有和其他人一起合影 她近些年开始变得越来越低调 此前她和姐妹林仙一起出席宴会 露面的何超营瘦得很明显 在何鸿燊的几个女儿之中 何超营不算最漂亮的 但气质方面仍旧出众 在六月初 她通过个人账号分享纽约大学毕业的照片 晒与赌王父亲的合影照片 告慰父亲 港媒称她的家族 奖励经过议员 她也正式成为了何超营博士 来看看她以前和姐妹们的合影 那时候的何超营有一些显胖 结婚之前 状态也是很少女 但这些年 她做了妈妈之后 状态越发显成熟 个人魅力也增加了不少 老公辛奇隆和她同样低调 四泰的几个女儿之中 就属何超营和辛奇隆最低调了 可能是家中大姐的缘故 所以这几年 何超营慢慢进入商界 有助力四泰发展家族事业的可能性 当年何超营结婚的时候特别胖 富泰模样 尽显豪门公主犯 不过生完女儿之后 她就变瘦了 身材回到了以前 她也曾在香港豪宅晒出靠健身瘦身的视频 瘦下来的她 长相最像四泰了 四泰家族这一支非常团队 目前家庭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定向发展 最小的女儿何超营 清华毕业之后开始进入国际领域 在时尚与国际交流会上频繁露面 姐姐何超营如今博士毕业后也开始慢慢参与一些澳门和香港的商会 估计未来也将在商界大展拳脚 另外 何超营有属于自己的一帮超级闺蜜朋友 每一个都是富贵家族的女儿 大马千亿公主陈雪玲就是她的好友 陈雪玲的宝贝女儿四岁生日 何超营虽然没有前往 但估计送祝福了 前年何超营女儿生日的时候 陈雪玲带着女儿坐私人飞机到香港探望她 两个小朋友还在一起绘画呢 画面超温馨 香港名媛贵妇严继闻也是她的好朋友 在人脉这方面 何超营是超有实力的存在 前有一位跳水皇后 她是中国跳水队的议员 代表作品有《花样年华》 她就是郭晶晶 现在 她已经成为了一名母亲 和丈夫一同育有三个孩子 她的生活也是十分的低调 只是在公益活动以及一些晚宴上才会露面 在这次的港月五十周年晚宴上 她和何超营一同亮相 她的衣着十分的低调 但是却十分的有气质 何超营则是十分的惊艳全场 也是让很多的网友惊艳了许久 一直以来 郭晶晶和何超营都是十分的低调 尤其是何超营 自从和新奇隆结婚之后 就再没有什么的作品了 一直都是陪伴在家人的身边 尽心尽力地照顾家人 所以 在这次的晚宴上 她们的低调也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相比其他的女性 她们的衣着也是十分的低调 但是却十分的有气质 尤其是郭晶晶 一席的白色长裙 简简单单地穿搭 却能够将自己的气质展现无疑 也是将白色的裙子穿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美 也是十分的有魅力 何超营则是穿上了一席的低胸婉装 纤细的身段展现无疑 在浮以精致的妆容之后 更加是美得惊艳全场 也是让在场的媒体都舍不得一开镜头 无论是郭晶晶还是何超营 她们的生活都是十分的低调 没有太多的炫耀以及热闹 只是在自己的圈子里慢慢地生活 尤其是何超营成为了一名母亲之后 更是将自己的重心放在了家庭之中 也是尽心尽力地照顾自己的女儿 而这一次的晚宴也是难得的一次放松 所以在这次的晚宴上 她也是十分的开心 也是在妆容之下隐藏不住的幸福感 散发出自己的光芒 也是让很多的人都为之动容 郭晶晶的三个孩子也是十分的可爱 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平时的生活中 都是十分的乖巧懂事 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调的生活 其实才是最令人羡慕的 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 她们都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也希望郭晶晶和何超营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 一直都能够幸福快乐 也是一直都有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